我试一听说这种东西是什么当地的特产就会买的那种游客 外面还有这个玉米皮 很热 像玉米做的馒头 那个甜是玉米本身的那种清甜 好吃的好吃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孙嘉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去当地最厉害的菜场逛一逛 并且吃一下当地很多有名的小吃 他说这里特别流行骑这种动车 跟我们那边骑自行车的价格差不多没有很贵 也不用交押金 到来这是这个能保市场了 听说里面啥都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是我们没见过的品尝 这是什么东西 酸木瓜 这个我看小亮介绍过 没有五花果 看上去就很新鲜 这里的雪莲木卖一块钱一根 他卖这种花的玫瑰花 是辣的辣的辣的 我试试再去吃 对 豆浆油的调五花钱 这是他们这儿用豌豆做的稀豆粉 然后可以自己加料 这个稀豆粉里面放什么好吃 辣椒 辣椒 蒜 有什么放行吗 不加醋 要加酱油的 要加酱油的 对的呢 第一次吃不知道自己调了个啥 这个用筷子去哪 用勺子去哪 那可以用的 用筷子去 勺子去不是要不吃 没吃过 哈哈 先搅匀了 在大家的帮助下 我成功地吃到了云南的早餐 哈哈 用筷子吃 就让和一和 一边散热一边喝 好香啊 喝完以后特别暖 配他们这个饼吃 跟豆花的那种味道比较像 但是口感完全不一样 这个集市特别的大 你左边右边都可以去 往不同的地方 这边的包子只要一块钱一个 买五个还送一个 这是什么呀 这是蓝莓 这可以吃 这是水果吗 水果 软草 软草 真是 枣子的味道 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好甜 这个 我抓一点这个吧 够了够了太多了 太多了 我撑个十块钱左右的就可以了 太可钱吧 好好好 这些就是卖菌子的 这个是什么 长得好像金针菇 种类繁多 种类繁多 又发现一个有名的小吃 他们家豆腐在整个市场是比较赞的 嗯 我吃的他家豆腐吃了六七年了 哇 那我一定要尝一尝啊 就是这个是臭豆腐 那个是包豆 包姜豆腐是吧 这个已经很劲 哈哈 少放一点吧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谢谢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两块钱一份 哇好好吃啊 焦烤的味道 哇 鱼心草太厉害了 上面脆脆的 上面软软的 嗯 哇 这鱼心草 老板自己家的宝宝也吃这个豆腐 哈哈 虽然说这是臭豆腐 但是好像也闻不到臭 也看不到黑色 好之前就是这个样子 我都好了 谢谢 6块钱是10个这么多 我没想到里面居然是10星的 每个都是这样煮起来了 居然特别弹 看起来像面包 哎 你不带吃豆腐 还有口香糖 好神奇 之前晚上来的时候 原本想吃一家酒量也没吃着 现在去找找 找到了 找到了 就是这家 卖了好多 我要个5块的吧 结果我要5块要这么多 谢谢老板的照片 感觉跟那个老干妈他们是一家的 治那个脱发的 好甜是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 先甜后酸 还有点气泡的酒的感觉 好甜是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 这个又要是煮小圆子好吃死了 吃饱啦 拜拜